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如果坐得歪歪扭扭 屁股就会歪歪扭扭 屁股歪扭扭 脊柱就会弯曲 脊柱弯曲 肩膀就会一高一低 肩膀一高一低 脑袋就会歪向一侧 整个身体就会嘎吱嘎吱响 身体的各个部位相互挤压 拧成一团 体内的血液无法顺畅流通 最后你会怎么样呢 答案就是会晕过去 你如果坐得歪歪扭扭 就会在炎热的夏天手脚冰凉 在寒冷的冬天身子就像冰块一样 你如果坐得歪歪扭扭扭 肚子就会胀气 你会变得像河豚一样 哦 肚皮都快被撑破了 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就会变得像乌龟一样 总是把脖子往前伸得长长的 长此以往 你会头痛 肩膀酸痛 颈部僵硬 你的脖子变成了乌龟脖 嗯 躺下吧 放松身体 伸直双腿 哦 两条腿不一样长 平时如果你坐得端正 不翘二郎腿 就会身姿挺拔 你如果身姿挺拔 身体的各个部位就不会相互挤压 拧成一团 体内的血液流通顺畅了 营养成分顺利地抵达身体的各个部位 垃圾也会被及时地排出体外 你会变得身强力壮 如果你坐得端正 挺直腰板 脊柱就会被拉得直直的 个子也变高了 如果你坐得端正 抬头挺胸 就会头脑清醒 双眼有神 课堂上老师讲的话也变得格外入耳 当你感到伤心 忧郁 孤独时 肩膀会不自觉地搭拉下来 这时请昂首挺胸 用力打开双肩 向上伸直手臂 心情瞬间就好了 是不是呢 当你打开双肩 昂起头时 害怕的情绪立刻消失得无印无踪 你变得自信满满 来呀 什么事都难不到我 如果你坐得端正 就会感到身心舒畅 变得健康强壮 让我们一起坐端正吧 好了 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让我们一起来养成 保持正确姿势的好习惯吧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酱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